大家好 又來到李應聰風水命理 現在大家在看的是焦點視頻 我是李應聰師傅 很快又來到新的一年 2023年是貴茅年 大家都很緊張 究竟想知道2023年自己個人的十二生肖運勢如何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之前所拍的不同的節目 都會說到2023年在香港是一個比較動盪的一個年份 也是天運入面八運轉九運的轉折位 由現在開始跟大家分析一下 十二生肖你的運勢將會如何 好 現在第一個跟大家分享就是 熟兔的生肖的李 2023年運勢如何 那熟兔是什麼年出生呢 它有1915 1927 1939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2011 和2023年 年份的西曆 2月4日立春之後出生呢 你就是熟兔的生肖了 那麼熟兔的朋友呢 今年呢你的 命功裡面呢 有象星和歲駕首席這個命功的 還有呢 也有天界 三台 吉星的拱照 不過 因為來講 空星都有天哭 伏師 劍鋒同工 而在三方裡面來講 會見到有白虎 浮沉 五鬼 以及雙侵的在星裡面 所以呢 今年來講呢 有一件事要特別留心的 就是今年呢 要避免一些 跟別人說話的 吵架 爭鬥 因為可能會有機會 會引致到有官非訴訟的現象的 那麼今年呢 熟兔的朋友呢 我們叫直太歲 即是坊間所俗稱的犯太歲 那但是呢 其實呢 這個直太歲呢 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直太歲呢 很多時候是代表著 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你的家居環境 是會有變動變化的意思而已 那而呢 今年呢 熟兔的朋友呢 在財運的方面呢 今年熟兔的財白工呢 是一般的而已 就不是說特別很有利 但是都平平穩穩 那如果你是一個 打工工作的朋友呢 今年呢 會有女貴人相助的 那唯獨是在健康的方面呢 今年呢 要注意血傷 還有在處事方面來講呢 就要小心一些的爭鬥是非 那基本上今年呢 熟兔的朋友呢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中平的生肖的 那 很多人呢 犯太歲呢 都會去拜太歲的 那拜太歲來講呢 就可以在2023年 在大年初一之後裡面來講呢 就可以走去涉太歲 那些平安符就帶上身 或者在年頭的時候來講呢 可以去捐一下血 又或者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呢 去抽血染身 或者洗牙這些 那都可以減輕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受傷的現象 那屬兔的朋友 今年的運勢不算差的 雖然犯太歲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的 OK 那我們現在可以放心吧 Hello 大家好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講呢 熟龍生肖的朋友了 熟龍的朋友呢 就有這麼多個的 1916年 1928 1940 1952 1964 1976 1988 2000年 和2012年的朋友呢 西曆2月4日出生呢 就是熟龍的了 那今年熟龍的朋友呢 我們稱之為 害太歲 就是屬於犯太歲的一種 五坊間呢 都會稱為呢 就是 容易有是非呀 小人 那但是呢 今年熟龍的朋友呢 就絕對不需要擔心 因為今年熟龍的朋友 可以說是2023年呢 四大吉利的生肖是其中之一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熟龍的命功呢 你們有太陽的吉星呢 就是助手命功了 那而在三方裡面來講呢 有天德洪亂 和地解星呢 互相拱照 那雖然呢 在一個命功裡面呢 都有叫做 晦氣殺同工 亦都有 鹹池小號 和劫殺星 那但是呢 因為太陽吉星的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呢 圍禍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此呢 今年呢 處市呢 各方面呢 都是比較吉祥的 而今年呢 熟龍的朋友呢 在工作事業方面呢 是很容易會得到 男性貴人的助力 在財伯公方面 今年的財運是大利的 人緣亦都非常之好 工作方面亦都多貴人 所以呢 今年來講呢 熟龍的生肖的朋友 雖然叫做害太歲 但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是可以全力進攻的 OK Hello 好 又來到熟蛇的朋友了 熟蛇的朋友呢 有1917年出生 1929 1941 1953 1965 1977 1989 2001和2013年的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呢 就是熟蛇的 熟蛇的朋友呢 今年呢 你的命工呢 有的殺破碎和喪門 這些的星在命工裏面 而呢 三方呢 有吊客 披頭 月薩 災薩 和大號的諸星呢 在三方四政裏面就拱照了 所以呢 雖然你的同工有翼馬這一種呢 是有利於事業運作的一個星 但是因為今年空星比較多 所以很多時候所有做的事呢 都會比較徒勞無功 也都要擔心呢 會有突然的傷病呢 臨身的 會特別容易破大財 所以呢 今年呢 熟蛇的朋友呢 就需要事事小心了 那今年來講呢 熟蛇的朋友呢 即是有幾句 重點要留意 第一就是 所做的事呢 很多時候是奴役武功 因此呢 熟蛇的朋友呢 今年呢 就最好 躺平 政策 OK 即是有工就上班 上班放工 吃飯看戲 就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OK 那大事呢 就不要在今年做了 那另外呢 今年呢 因為有送門的星 所以呢 很容易呢 在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呢 會容易有白事 或者入醫院 會有這些這樣的機會 多些照顧家裡的 親人、長輩、老人家 那第三呢 在財白功方面呢 今年呢 熟蛇的朋友呢 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二零二三年 謹記 不要做一些 有任何 風險性的 投機項目 最好是把錢 放進去的 儲蓄保險 寧存整庫 寧願 虧通脹 都不要輸給市場 那麼 第四來講呢 今年呢 要小心一些意外的傷病 不要玩一些有危險方面的活動 極限運動 賓珠針 滑雪 潛水 攀石 這些都盡量不要做 那為獨是今年來說 熟蛇的朋友呢 在工作方面呢 都會容易有貴人的相助 所以 努力工作 其他那些就不要搞那麼多 那就可以呢 盡可能呢 就可以補到今年的平安 OK 好 又來到熟馬的朋友 熟馬有1918年 1930年 1942 1954 1966 1978 1990 2002 和2014年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 就是熟馬 熟馬的朋友呢 今年的榴蓮命工都相當不錯 今年你們的命工有太陰天氣 就首席這個命工 又有這個天德貴人 洪聯星和福星貴人 就是當頭照耀 那三科還有紫微龍德拱照 所以呢 雖然空星有灌索 這些同工也有暴敗天鴉 相侵 但是來講呢 今年呢 是一個平安吉祥的流年來的 整體方面呢 今年的財白工呢 是一個比較 很奔波忙都去求財 但是一個有利的時間點來的 而在工作方面 也容易得到女性貴人的幫助 特別是對於藍名主 是會特別有利的 工作方面也是相當順利的一年 另外來講呢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拍拖 或者結婚 就會有這個結婚 或者是添丁之喜 所以可以好好把握 也都是恭喜屬馬的朋友 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流年 OK 好 又來到屬陽的朋友了 屬陽有1919年 1931年 1943年 1955 1967 1979 1991 2003 和2015年的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 就是屬陽的了 屬陽的今年來講 這個命功呢 你們有五鬼 官符 浮沉 這些聲音就是首席命功 而三方有劍風百虎 這些空聲就相侵相反 雖然也有三台天解華蓋 一些吉星去守護你 但是因為空聲眾多的關係 所以也都救不完 因此來講 今年屬陽的朋友 是要特別留心 會容易有些官非相病災害的現象出現 今年的提示就是 小心一些突然的意外發生 所以在年初的時候 年初一之後 抽些時間去捐血 洗牙也好 或者去做一些身體檢查 抽血驗生 和去減輕一些突然血光的機會 第二方面來講 亦都可以去捐錢 做一些善事 幫自己 幫自己 就是這樣 在財運方面 因為今年屬陽的朋友 雖然叫三合太歲 但是財運 只是屬於忠忠挺挺 所以就不要做一些太高風險的投資項目 感情方面來說 是屬於比較平淡的 但是工作運 相對上都OK 只不過是防一些傷病的現象 所以今年就不要太多意氣之爭 盡量忍一下 收一下脾氣 這樣凡事都容易奉毫化吉 好 來到屬猴的朋友 屬猴有1920年 1932 1944 1956 1968 1980 1992 2004 和2016年出生的朋友 就是屬猴的 屬猴今年 你們的命功 有地解和粵德 就是首席的命功 外面有 紅聯 天德 和太陽拱照 康芙 所以就算有小號星 劫殺死乎 鹹池 這些不太理想的星 但是 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所以今年是屬於一個比較平穩安然的一個生肖 那今年的提示就是屬於一個中平之年 就是平平穩穩 沒有太大的喜樂 財運上也都不錯 但是不要過份投機 因緣方面的運勢是平平凡凡 但是沒有特別 而工作方面 今年是屬於一個比較忙的一年 可以努力把握 去工作 令到工作方面可以發揮 今年整體方面各方面都比較平穩 大家可以放心度過這一年 OK Hello 又來到熟雞的朋友 熟雞呢 今年呢 有什麼年份呢 1921 1933 1945 1957 1969 1981 1993 2005 和2017年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就是屬雞 今年屬雞的朋友呢 我們坊間所稱之為就是一個充貸稅的一年 充貸稅這一年來講 那些東西是會特別反覆的 所以今年無論你從事什麼都好來講 你都會發現很多時候 去到埋門一腳的時候 突然之間那件事會失去了 是有一種反覆不安不穩定的現象 所以今年充貸稅呢 其實是很多變化 如果你說之前 可能你的工作環境做得不開心 那今年充貸稅呢 就適合轉工的 但是如果你之前的工作 做得正正常常平平穩穩呢 今年就不要貿然轉工了 因為充貸稅呢 是帶有相反的現象的 就是如果你之前一直都差 今年充貸稅呢 有機會變回好的 但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平穩 今年如果你主動出擊 可能那件事情就會搞和了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特別留心充貸稅 所出現的特別的現象 那第二方面來講 充貸稅呢 亦都會特別容易破財的 那所以今年呢 不適宜呢 做任何一些風險性的投機項目 謹記喔 熟悉的朋友 今年不適宜做任何風險性的項目 那第三呢 今年也都不適合呢 去做一些 平時可能你玩開一些 比較有些風險的運動 比如可能你喜歡攀石啊 或者喜歡潛水或滑雪 今年熟悉的朋友呢 最好就不要玩這些項目了 因為 也都特別會容易傷到筋骨 神經手手腳腳的位置 那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今年你們的命功裡面來講 有所謂碎破和災殺的星呢 就是命功了 那而呢 也都有披頭桑門 和破碎星相繼侵犯 那雖然有抑馬星 但是因為抑馬星是處於一種 忙碌動漲的星來的 如果你空星太多呢 這個抑馬呢 只會反映就是奴而無功而已 OK 那所以來說呢 今年呢 會比較容易有財物損耗 還有很多是非一些災 突然之間淋身的現象 所以盡可能呢 將自己處於一種 比較靜態的環境 OK 但是如果你之前 是一直在某份工作的環境 或者某一段關係是很差的話呢 那今年呢 是可以做一個終結 可以做一個了結的 但是如果之前一直都是平平穩穩 甚至乎不錯的話 記得今年不要主動走去轉變任何的東西 否則就會有很變差的了 那今年呢 要小心大破財 記得不要玩一些有風險的 投機項目 那麼 也都因為沖太歲容易傷病 所以呢 不要去玩一些有危險性的運動 也都可以在年初的時候來講呢 走去拜太歲 有個平安符可以藍上身 年初的時候走去捐血 抽血驗身 做身體檢查 或者洗牙這些動作 去減輕這一年的血光的問題 而今年的因緣運呢 是相對上呢 是比較容易浮沉不定的 那麼工作方面來講呢 相對上呢 只要自己不要特別去轉變的話 都叫相對平穩的一年 就是這樣了 祝大家 今年來講 就可以平安度過 好 來到屬九的朋友 屬九就是1922年 1934 1946 1958 1970 1982 1994 2006 和2018年 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 就是屬九的 今年屬九的朋友呢 你們的命功呢 有紫微龍德藉守命功 而三方有太陰天起的吉星呢 就是拱照 所以呢 雖然你都會有天丫暴拜病符 這些的空聲相侵呢 但是呢 沒有什麼大的災難 就算甚至有小病痛也好 都是很少問題 不需要擔心 所以今年呢 屬九的朋友呢 可說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生肖來的 那麼今年的重點呢 就是 貴人多助 財運可能會有少少破損 不要做一些風險投機就沒有問題的了 工作順順利利 只是一些少少的病痛 沒有任何的大礙的 那麼 因緣是平穩 但是如果你是女命的來講呢 今年的因緣是會特別有利的 因為會有男性貴人出現 那麼 所以呢 今年呢 就恭喜屬九的朋友了 好了 來到屬豬的朋友了 那麼屬豬呢 就是一九二三年 一九三五 一九四七 一九五九 一九七一 一九八三 一九九五 二零零七 和二零一九年出生的朋友呢 就是西曆二月四日出生 就是屬豬了 屬豬的朋友呢 今年呢 有百虎和地實 就是藉手這個命工的 有浮沉服屍 和劍風聲雙侵 雖然有天界星呢 專門用來排解問題的星拱照 但是只能夠略減其空的 就不能夠全面災害的 所以呢 今年屬豬的朋友呢 處市呢 都會比較浮沉沉沉 有一種呢 進退反覆的現象 那所以呢 屬豬的朋友今年緊記呢 就是不要做一些大事的決定 小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大事的決定呢 不要今年決定了 否則會容易呢 就是 得而復失 反覆不定 那財運屬豬的朋友 今年不錯的 但是會比較盧碌奔波 會比較忙碌辛苦一些 但是財運都OK的 那因緣方面 就比較平淡的一年 那整體方面 那屬於中平的生肖 OK 好了 來到屬豬的朋友 屬豬就是1924年 1936 1948 1960 1972 1984 1996 2008 和2010年 西曆2月4日出生的朋友 就是屬豬了 屬豬呢 今年呢 我們稱之為形態稅的流年 但是呢 今年屬豬的朋友呢 都是四大 好的生肖之一 所以今年的形態稅呢 就 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不需要擔心 那今年屬豬的朋友呢 在他的命工裏面 有天德紅亂 就是助手這個的命工 而對公又有天喜 太陰這些吉星 就當頭拱照 三方又有太陽 和月德星的維護 所以呢 屬豬的朋友呢 雖然有一些的 鹹池捲舌的空聲雙侵 但是呢 都不能夠對你有任何 不好的影響 所以今年 喜事重重 屬豬的朋友 還有呢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 拍拖的話 今年有機會結婚 本身結了婚的朋友 今年有機會有添丁之喜 好了 所以呢 今年重點呢 屬豬的朋友呢 就是 喜事重重 喜事家臨 有添丁或者良緣的機會出現 但是財運方面呢 就平平而已 但是工作呢 就順順利利 所以恭喜屬豬的朋友了 好 來到屬豬的朋友 屬豬呢 就是1925 1937 1949 1961 1973 1985 1997 2009 和2021年出生的朋友呢 就是屬豬 屬豬呢 今年你的命工有披頭 和月殺手命 還有呢 三方呢 有一個碎破大號 桑門 和破碎星呢 就是 相繼呢 就是入侵 所以呢 雖然對公呢 有天界星拱照 但是呢 都不能夠完全呢 可以解救得完 那所以呢 今年呢 屬豬的朋友呢 是很容易會破大財 那還有呢 可能呢 親戚朋友方面來說呢 有機會呢 會有校服的現象 或者經常大病入醫院的問題 那這個就 要比較留心了 那整體方面呢 今年呢 屬豬的朋友呢 都會有一些小貴人的力量呢 來去幫助自己的 財運就 不是太順利 不要做任何有風險的投機項目 那 那 留心家人的長輩 親人的健康 但是工作方面來說呢 所以今年是會容易有藍貴人幫助 因緣方面就比較平穩 就沒有太大問題的 那整體上 不算是一個太差的生肖 那 防範一些大破財的事件就OK的了 OK 那最後來到呢 就是屬府的朋友 那屬府呢 就是1926年 1938 1950 1962 1974 1986 1998 2010年和2022年出生的朋友呢 就是屬府 那屬府的朋友呢 今年呢 有這個 亡臣 病符 就是守命的 那 三方有暴敗 天厄 相繼侵犯 那 好彩呢 也有紫薇 龍德天喜太陰 烈吉星呢 拱照 也有粵德星 還有這個地界星呢 就是正照的 那所以呢 今年呢 都是一個逢空而化吉的流年來的 雖然有少少的病痛 但是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所以呢 今年的重點提示呢 就是凡是逢空化吉 OK 那也有少少阻滯 少少病痛 但是沒有大礙的 財運方面 今年是屬於一個中平之年 但是工作 將會是十分忘錄 因緣方面 是屬於平平穩穩 都屬於一個中平的生肖的OK 好 那現在歸立了十二生肖 那個雲勢線 那最好的生肖 十二個最好的生肖裡面 有屬龍 屬馬 屬狗 還有屬鼠 那如果你們是 這四個行運的生肖 那記得 2023年呢 可以努力進取博表現 博升職 結婚的可以添丁 拍拖的可以考慮 就是去結婚 好了 不是太好的生肖 有三個 屬蛇 屬羊 和屬雞 那這三個生肖 在年初的時候 最好捐血 抽血 驗身 捐錢 做善事 應破財 相病的現象 還有記得 這三個生肖的朋友 今年就不要去做 有任何風險投機的事 否則會容易有大破財 處事方面 因為容易有起伏不一的現象 所以 就盡可能就忍一下氣了 不要 和人家有太多的爭拗 否則有機會惹上一些的官非麻煩 那就要特別注意了 這三個生肖 而屬於比較平平穩穩 變化不大 但是來說 都是一個不太差的生肖 屬於一個平穩發展的生肖 就是屬兔 屬猴 屬豬 屬牛 屬虎 屬虎 這五個生肖 就是屬於一個比較平穩的生肖 好 而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喜歡去拜神 拜神方面來說 范太歲的生肖 就一定會有個攝太歲的習俗 有四個生肖 屬兔 今年我們叫植太歲 屬龍 今年我們叫害太歲 屬雞 今年我們叫蔥太歲 屬鼠 今年我們叫形太歲 這四個生肖 在大家今年年初拜神的時候 可以順便攝太歲 拿平安符來上身 可以加強今年的雲勢 OK 讓大家作為一個 今年2023年的雲勢攻略參考 多謝大家